回家咯 成都再见了 只要你 我可是应该一边唱歌 一边带我们回家 要不你路上都不能去 等一下我放这个咕咕咕 我们都给你们听 那你跳舞啊 张学友的 等一下放给你们听 好美的成都景色啊 再见了 有缘再来了 有空再来了 不是有缘再来了 有空再来了 我已经11年了 11年来自 11年再重来一次 下个11年我就快50岁了 快50岁 开车还开得动吗 不知道 大哥 你看离开重庆了 成都了 想四川妹了 想你的四川妹妹了 来这里你看辛苦人家 这么招待你 那么热情 说明我们11年还是有感情战 那有什么用 有用 11年了 有多少个11年 有多少个11年 其实这一次就是因为时间8月15中秋节的原因 就是太赶了这个时间 我一个表姐就是我轻轻表姐的十方了 也没得去啊 也没得去啊 rounded 你那里李先生那里陪着去 等下一次吧 下次真的再有机会来四川的话 就一定抽个时间 好好去他们那里一下 所以现在爱人冬孝节太近了 还有一个男的在在成都做那个气修的 在成都做气修的叫我去 有没有也没时间 因为昨天晚上我们到成都都已经 吃饱饭都已经11点多了 这么没时间 然后现在天亮完之后就出发 是吧 吃个饭要出发 哪里都哪里想去都没得去 还有那边朗中 南冲朗中的朗中那边也是有一个女的 我们一个老乡嫁到这边来了 叫我去也没时间去 真是没办法 二哥他太遗憾了 那么多四川妹子都没得见 能来这里成都走一走 那已经很满足了 下一次吧 下一次 一定好好去这几个地方这里 说不定我们那个的话 狗姓又跑过来了 是不是 成都的景色就是好 哎呀 有空在来了 有缘再见了 开车出发回去 去咯 好漂亮哦 这里好漂亮哦 来这里找饭吃的 这里好漂亮哦 这个房子 应该不是古镇吧 但是房子很漂亮 应该很多地方吃东西 我们去找点吃的 这里两个马 这地方好像古镇一样 这地方好像古镇 这边好漂亮哦 真的像古镇一样 很漂亮 很漂亮 这里还有麦鸭糖 他买个位置给我愣愣 买了八袋糖 然后去给小孩子留个纪念 贵州糖 你看他们这边的茶都是这种 是什么茶来的 青柯茶 很好喝 喝一杯 品尝一下这边的茶 我们那边没有这种茶 它这个是米的 青柯 吃饭了 9点多了 过完个洋才能吃 还有五百多公里 还有五百多公里 还到家的三四点 三点钟了 三点钟到了 三点钟 还要开五个五个半小时 你看人家这边 住的这些房子都很漂亮 你看人家炒菜厨房的那么漂亮 对 很有艺术感 对呀 吃饭 好谢谢啊 还有两个菜是吗 想炒鸡饭吗 好谢谢 谢谢 你看人家这边的水盘房还有创意 那我怎么睡的 你看人家这边还有古风呢 往这边去啊 不能 你看过来 走喽 回去了 做个纪念 证明我也来过这里 下雨了 这边下雨了 好啦 继续赶路回家咯 来到家咯 下半夜了 你呢 你回来 你叫他们 热热的醒啊 嘿嘿 想妈妈吗 嗯 想不想 想吗 想啊 想啊 想爸爸吗 想 有多想 好想是吗 嗯 哎呦 你叫他来开 他还知道是爸爸叫门了 是吗 知道是爸爸回来了 嗯 姐姐他们呢 姐姐他们去玩去了是吗 回到晚了去啊 在家里乖不乖 乖啊 哎呀害羞 走了回去睡觉了吧 好不好 好吗 我妈回来了啊 嘿嘿 干嘛呀 干嘛 好了回来了 安全到达回家 开了十几个小时的车啊 天刚刚怎么亮 天刚刚怎么亮 六点钟才到家 哎呦 我的巴不动 我的乐乐 小觉吗 又睡觉了 好好了 睡觉吧 睡觉了 小伯伯一口 拜拜 嗯 你能带你去玩啊 你能带你去玩好不好 好吗 好 多少天没见到爸爸了 数一下有几天 好多天 好害羞啊 开心吗 开心 在家里读书乖乖乖乖乖 乖乖啊 嗯 怎么办 挺乖乖 好了 我们到家了 真的一看到我们到家 就马上扑过来 哈哈哈 嗯 好了 就等下洗漱睡一会 因为开车开了十几个小时 坐车也坐了十几个小时 真的好辛苦啊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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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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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